全唐诗卷160-175 素见德江 孟浩然 宜州伯烟煮 日暮客愁心 野矿天堤树 江青月尽人 把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小舟 日暮时分 心愁又涌上克子心头 旷野无边无际 远天比树还低沉 江水清清明月来和人相亲相近 孟浩然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离乡赴洛阳 在漫游无悦 借以排遣仕途失忆的悲愤 素见德江当作于作者漫游无悦时 与问周子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野矿天堤树 江青月尽人